歡迎王子出場 會 歡迎王子出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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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碰這彩排 看中文很好 你不用講客家話的 那是英文吧 那是英文啊 好 剛剛我們一開始 就有幾個疑問 你是在美國出生的嗎 我是在台灣出生的 你看他所以 他不是所謂的ABC 那你幾歲去美國的 十歲的時候去美國 十歲 所以你的中文這個聽沒有問題 講慢就沒問題 看 看 大概百分之六十 百分之七十 讀百分之九十 讀還比較多 寫這些都OK 但現在手機都可以直接講話 所以他錄直接幫我寫就好 所以你退伍了 爸爸 退步了 他剛剛說你是中美 中美混血 這樣子嗎 爸爸是美國人 媽媽是客家人 台灣人 客家人嗎 真的是 你看所以你剛剛講客家話他懂啊 你說什麼嗎 你只會這句吧 思暴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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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沒有 阿婆阿公 阿婆阿公 阿公阿婆 阿公阿婆 這好像電視上之前有一個客家廣告有沒有 對對對 有沒有那拍得很可愛 很感人 好 那你現在在做美式果席店的老闆裡面管錢的哥哥 真的假的啊 他剛剛講他說他管錢的啊 好 那我的重點是美式果席跟我們一般喝的奶席是不太一樣的 不一樣 果席是smoothie嗎 smoothie是對 好來跟大家講一下什麼叫果席 果席跟奶席比較不一樣的是 奶席都是用奶去做的 那果席比較是用水果去做的 COME OUT BOSS OK 而且我還知道果席裡面沒有奶 啊 重點 對 奶席大概是奶跟冰淇淋 對 果席裡面只有水果還有呢 沒有奶還有優格 優格 還有水果 還有天然的果汁 果汁 還有冰塊 可是如果優格的話就是有奶啦 可是不是牛奶跟那個冰淇淋 不是牛奶 是酸奶 優格的前輩子是牛奶啊 我們是下輩子的 我們只談這一輩子的事情 好 對不起 之前的事 對不起 剛剛發脾氣 沒有 不管他那名字不一樣嘛 他主題 主料不一樣 對啦 不一樣 所以這個 應該這樣講果席比較清水 健康 比較健康 裡面還會加味他命什麼的 那至於你 你這個叫做什麼 旅遊的部分 你有很多這個旅遊的經驗嗎 還算蠻多的 因為我是會跑來跑去的 可是除了美國跟台灣之外 還有很多別的地方嗎 還有去過 瑞典 墨西哥 菲律賓 墨西哥喔 在日本留學過一年 是喔 那他去的地方還真不少 好啦 我們請 蠟筆哥自我介紹一下 我要發誓 我的中文不是很好 所以先講這一句 他就會比較 沒有關係 我們會把那句剪掉的 可以啦 可以啦 我的中文名字是蕭羽恩 我的英文名字是Robbie 我身高是186 我體重是165磅 165磅 對不起 80公斤 今年25歲 那我星座是天子座 天子座 那不是 雙子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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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賽 你天之膠子啊 哇賽 我還天主座咧 好 他剛剛有講到他中文不好啦 原來很不好 OK啦 只做了一個天子座 算是不錯的啦 雙子座 那我有三個條件 就是一 我是蠻有理想的 就是我自己一個人來台灣 就是想創 想找機會 但是 心中裡面重要的人還是最重要 所以那還是排第一 所以我也覺得我是蠻體貼的 我知道工作是第二 那第三是可能我的家庭背景 因為我剛好一半時間都在美國 一半時間在台灣 又有時間在日本 所以我有時候思考的方式啊 是以兩個文化去思考的 比較多面性一點 好 所以呢 這個認真工作 可是他心中重要的人出現的時候 工作就是第二位了 對不對 天戰 好 齊全啦 小卡片 小卡片 這次有認真片嗎 有有 請問 為什麼是這位女孩 因為我覺得 生活有趣的從 她的笑容看得出來 所以我就覺得 她是個有趣的人 我覺得就是 講話的時候會有蠻多可以講的 就是說她笑容就看起來很有趣 對 然後你喜歡跟你能夠多一點交流 多一點互動的女生 多教我中文的 好 意思是她 她長得有點好笑對吧 好啦 有趣 有趣 好啦 各位女生 對於王子的第一印象如何 請選擇 蠟筆格 蠟筆格選擂大辣 果...什麼 果喜有效喔 果喜有效 好 我們來問一下亮燈的朋友 為什麼 為什麼得不滅燈 圓圓 你好 王子 我是圓圓 因為我覺得 因為你是 你爸媽是基督徒 那你是嗎 可是他爸在實際工作 有沒有關係 那你是嗎 我是基督徒的 OK 圓圓 可是我覺得 對於我 因為雙子座我還滿怕的 所以我想要再瞭解一下 好 雙子座 雙子座有什麼問題 雙子座很優啊 怎麼了嗎 你爸的雙子座哪一個部分 雙子座很花心耶 雙子座很優啊 你在幹嘛 不一定... 男生 尤其說自己優的最不優 你是雙子座啊 我不知道 雙子座男生很花心 女生不會 男生很花 有說法嗎 我是另外一種的 什麼雙子座 什麼另外什麼的 不花的 不花的 對 因為 我不知道 可能文化上 但是 我覺得我其實還是滿體貼的啊 就是對女生我是 不花心的 而且他剛剛有講 他說如果一旦有了另外一半 最重要的那個人 他是這樣形容的喔 那最重要的那個人 最重要的那個人 就會是第一順位 嗯 所以你是專情的囉 專情是什麼意思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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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會亂劈腿啦 對 對不對 OK 好 沒問題的話我們就進入 大家集中要看王子的生活 請看 我從八歲的時候就開始學小提琴 大學的時候是學作曲 所以一直都對 因為有很大的興趣 那我現在工作是比較忙一點 所以有空的時候我就喜歡拉小提琴啊 或編曲 這樣子可以幫忙我放鬆壓力 那我是非常喜歡旅遊的人 我有去過瑞典 美國 菲律賓 日本 還有幾個國家 那我特別喜歡就是去各地 嘗試他們的文化食物 那我自己也是比較喜歡外面的活動 譬如說 潛水 所以 有機會的話 希望我們可以一起去 喜歡 新鮮事物的女生很吸引我 希望有機會的話 我們可以一起探索世界的美好 中文很好嘛 對 劇練了很久 一起探索世界的美好 Discovery 對不對 蜜莉 蜜莉 王子你好 我是蜜莉 我覺得王子很獨立成熟 然後我也希望可以找一個 就是比較有依靠的人 所以我覺得王子是我的選擇 哇 你好快 好直接 比較有一套的人 王子 你有一套 是一套啦 一套還是一套 一套 每個人都還有一套 不一定有 那一套不好 而且因為我也喜歡 就是新鮮的事物 所以我覺得 我們可以就是一起 嘗試不一樣的東西 互相依靠啦 好啦 蜜莉現在在告白啦 好啦 剛剛妮瑪有舉手 對 妮瑪今天終於舉手了 王子你好 請問就是除了你會潛水之外 還會做什麼運動嗎 我比較喜歡就是騎腳踏車 那我還有 滑雪是不是 滑雪 對 滑雪 對 這比較特別 因為當然是需要去日本 或韓國才可以的 我自己本身是從加州來的 所以喜歡衝浪那種的 好 還有嗎 沒有的話 沒有嗎 就要進入最後一個階段 好 誰 推薦你 其中一個股東 我的幫忙我 那什麼一起開店的一個 你們五個好朋友裡面的 其中一個 對 他中文不是很好 他中文也不好 也很好 到底好不好 非常好 他說英文會非常好 我覺得他好像想把責任推給他的股東 他中文不好 所以他講的話不要 不要信 聽聽就好 聽了就知道 王子的推薦 請看 嘿 你好 我是Robbie的朋友 他是我的朋友很好的朋友 和我的朋友 因為 在他身邊很開心 他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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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跟他聊到任何事情 最重要的是 他很信心 很信心 很信心 如果我叫他做任何事情 如果他會做任何事情 他會做任何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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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覺得你可以選他 所以我覺得你可以選他 創新紀錄的劉燈術 完美王子獻身 還有17位女生 對他一見清新 各行各業 各種年齡各種類型 究竟是哪兩位女孩 有機會踏進王子的心呢 來 還是要進行 王子的選擇 17個女生對吧 對 你要滅掉15盞燈 留下兩個最有感覺的女生 再對他們提出你的問題來 王子的選擇請開始 GO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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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馬你是得了金馬獎還是怎麼樣 要確定要請就是給你這樣 謝謝評審 謝謝 又開心 又驚訝 很開心 我們今天女孩們 好啦 剩下 尼馬跟歐拉 歐拉 你要提出的問題是 如果我們錄影完 錄影完的時候 對 現在 不是錄影完 不是錄影完 錄影完 錄影完 OK 錄影結束了以後 OK 然後我問你你想吃什麼的話 你會說什麼 你會說什麼 Camping 你們到戶外去露營 然後就全部都結束了 好 收收要回家了 那我問你現在想要吃什麼 好特別的問題 好特別喔 好 來 尼馬有話要說 我想吃雞排 雞排 雞排 還有喝奶茶 喝什麼 喝奶茶 喝奶茶 喔 你是士林夜市擁護者 對不對 歐拉呢 就是我覺得 我都可以 就是如果說 你有準備什麼的話 我都可以接送 對 我就是沒有特別的 OK 就我對吃還好 我以為他都沒準備 露營都吃完了呢 你沒有特別想吃的東西 那 吃它 吃它 哇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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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女孩怎麼了 比我還不及時啦 原來 沈默的高揚跑到這兒了 就是 好了 知道答案了 對 兩個人不一樣 接下來 你在歐拉跟尼馬 兩個人中間 滅掉一盞燈 選擇另外一個人 牽著他的手 到中間來 可以嗎 準備 好 選擇 要不然有生命危險 王哲的決定請開始 GO 等一下 等一下 各位 我們是文明人 對 我們不是食燃族 要吃拿刀插上來 今天還不行吃啦 要錄完影 而且這個 所以他們的第一次約會 女生一定說 請錄影 哇他這個 他這樣子表白 算不算很大膽 我覺得就算 在外國這樣子應該也算 很露骨了吧 對啊 你沒有被嚇到嗎 有被嚇到 有被嚇到 還是你覺得 反正我肉多給他吃一點 吃一點沒關係 那你最後為什麼會做這個決定呢 對啊 你的答案有關係嗎 因為是雞排跟奶茶的 不是比較好應付嗎 對啊 其實我問這個問題 最怕的答案就是 隨你 因為我是比較喜歡 就是自己有想到 所以你的答案 你的選擇讓我很 太有趣了 蛤 就我真的很有創意力的 可是我跟你講 如果我沒有再補那一槍 他是隨便的 他本來是說隨便的 謝謝我幹嘛 不用了 我知道 因為他是雙子座的 誰是 他是雙子座 這個女生的答案 讓他覺得很有心性 對 我隨便問一下 很有趣 如果我沒有逼說 他最後一個答案 選擇有可能不同 對嗎 但是 就整個時候一直被他電到 所以 女生我想要 應該沒什麼好問的了嘛 他都說他要吃他了 對啊 什麼好問的 好啦 趕快那個 把自己弄熟一點 恭喜兩位在一起 請約會吧 這一段精采啊 對啊 吃人耶 對 最主要是 所以我們找到那個通緝犯 吃人的通緝犯 就是他 我們節目可能要改習慣 逮捕他 我都現在還在把他抖 我真的 有點嚇到 我覺得很 真的 很訝異的 因為 應該說就是 有很多很好的選擇 有很多很好的選擇 然後他最後選擇 我 oh my god 還是覺得 又經流行 覺得他 很幽默 而且 其實我本身就比較喜歡 就是 像 外國的那種 就是那種 對 我現在熱魚了 你吃了 我的天啊 我超緊張的 今天是哪一隊王子公主 來到動物世界約會呢 原來是第56集 配對成功的搞笑工程師 謝孟環 要帶著嬌小口愛的文儒 投入小動物們的懷抱 就是 心情還蠻興奮的 因為之前其實我們 也沒有見過 也沒有見過面對 然後就是 想說 出來走一走 然後 互相認識一下對方 然後 我們有想說 之前有討論 就是說動物 動物主題 然後後來就想說 這裡離新竹比較近 所以就來這個主題 這樣子 其實我們還是 我們今天還是有 呼應 動物主題 就是我們有一起 背一個選包的背包 有一個Jazz Code 這樣子 還滿有趣的 那就希望今天能互相 再多認識 環環 你的小心機也太可愛了吧 這樣不僅哄著公主開心 在路人的眼裡 你們根本就是高調情侶來著 等一下 他為什麼沒有放在籠子裡 其實我也不知道 不過他們等一下會自己走出來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好驚訝 等一下 可是他都不會亂跑嗎 會不會攻擊人 就像如果我今天自己 在自己家過得好好的 我應該也不會那麼好 孟環 雖然你說的倒是滿有道理的 但是不如好好保護文如 比較實在 超驚訝的現在 可是可以摸牠嗎 應該是不行的 我覺得牠可能會有人 想要攻擊牠 應該會有人去餵食牠 那邊有一隻鴕鳥 好像也沒關起來 那一隻鴕鳥我不會害怕 一隻鴕鳥就是隨隨隨做人 好大事喔 真的好大 牠的嘴巴 妳晚到妳要回桃園吃 沒關係 我想一下好了 那間窯口機不錯 不過其實新竹這邊我就滿熟的 這附近好吃的 我覺得妳就很熟 交給妳 對 交給我 我這肚子不是 這麼輕易就可以咬出來 太好了 沒錯 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 妳可不要辜負妳的大肚皮 今晚一定要帶文如去大吃一頓 不要浪費 我覺得我們熟貓背包也滿可愛的 對 我的是一樣 我這隻比較大隻 應該是媽媽 媽媽 圓圓 是媽媽 妳是一樣 妳是一樣 我這隻圓圓 可愛 你看看你 你準備的情侶包 讓文如愛不釋手的 我想今天約會的印象分數 有一半是贏亞幫你得分的 可得要好好感謝圓仔啦 因為我真的那麼喜歡 我覺得還好而已 因為我覺得 他剛才坐的那個 除了拆球的位置 其他我都坐得出來 對 我覺得我也可以在上面表演 可是 他是贏女 可是 可是 我覺得我應該比他更可愛 如果讓我站在那裡 對 文如妳這一大段的沈默 又帶著淺淺的微笑 對於孟環的幽默 妳這是買單 還是不買單啊 他其實有時候講一些話 我覺得很無厘頭 我會不知道該接什麼 會讓我很尷尬 只能看待會兒相處的方式 能不能再互相多熟悉一點 看來孟環的搞笑Style 沒有抓到文如的心 接下來 妳可要好好的表現囉 不然我們來點創意一點 妳可以問我交過幾個男朋友 妳可以問我交過幾個男朋友 沒有啊 我看之前其他人約會每一個都一定都會問說 交過幾個 這很沒有意義啊 那都是過去的事情 妳有覺得心態比較重要嗎 應該要放遠未來 對啊 看未來就比較好 那我未來打算再交十個 沒有啊 沒有 還可以交完第九個 還可以交完第九個 沒有 天啊 孟環 你這可是犯了天大的錯誤啊 哪有人在第一次約會告訴女主角 妳還要再交十個女朋友 妳這不是自己親手把愛的火苗給熄滅了嗎 為什麼雞跟兔子可以共處理室 雞不會是啄兔子嗎 籠子裡有五隻雞 六隻兔子 總共有幾個頭 以前小時候都會跑路 雪兒一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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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無理由的話 你都說得出口 剛剛文如就說 接不太上話了 我看這下連上帝都保不了你了 我是因為看他這樣真的不忍心 他這個對我感覺起來這樣走 好像滿累的 出來硬要穿高了 對啊 其實我可以背著他走一整圈耶 對我來說我是沒有問題的 主要是看他越不越遠 孟環都會注意到一些小細節 這倒是滿窩心的 女生嘛 就是喜歡這種不經意的小貼心啊 我今天準備一個就是 第一次見面的小甜蜜 體積看起來很大 但實際上架子不大 可是小甜蜜啊 妳不是這個模特兒 所以這個是 這是妳自己看 我自己看 那我可以 妳可以拿出來 拿出來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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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就是 因為 之前 我們聊天的時候 就是妳有說妳喜歡這個 黃色小鴨 就買了一個 表面上看起來是黃色小鴨 實際上 它還是一個黃色小鴨 沒有 它其實它的作用是 就是 你看這個 它其實是 冬天快到了 季節快到了 就是妳晚上在家的時候 就是腳可以伸在裡面 好可愛 好可愛 謝謝妳 好 今天的第一個 好 然後這是第二個 你看 妳怎麼都知道我喜歡那種 毛茸茸的東西 可能之前有聊天嗎 有聊一下 對 好喜歡 喜歡就好 真的 謝謝妳 看文如眼睛發亮的 她的笑容完全是發自內心的笑耶 我想這兩個小東西 應該可以跟你之前的無厘頭 通通扯平啦 今天雖然是浪漫的約會 但是因為天空不作美 總是有一抹淡淡的遺憾 而約會大考驗 結局會不會像下雨一樣 讓人傷心啊 雖然今天下雨天啊 可是 它有準備 雖然只有一把 可是它幫我撐傘 然後自己一半邊都失掉 它也沒有抱怨什麼的 我覺得 還蠻貼心的 就是為了不讓我淋到一避雨 我真的全身都沒有吃掉 可是它就已經一半吃了 我覺得 就是 覺得今天約會心得就還不錯 還蠻自然的 雖然說 天氣有稍微影響到我們的行程 不過我覺得 過程中 就是文如她給我的感覺就是 很配合啦 然後我幫她撐傘 然後請她注意腳步啊 她可能都 欸 就是 她會給我回應啦 就是我的感覺就是說 這個天氣好像 並沒有說影響到我的出來 這樣第一次約會的心情 今天就是 看到那些動物啊 都很好奇 很開心 就覺得還不錯 還算有選對地方 有一種 好像談了一日的戀愛的感覺 我覺得還不錯 因為太久沒有跟女生出來 對 夢幻二話不說 回到指定的地點等待 而文如面對今天的夢幻 有著很多感覺的衝擊 貼心的 無厘頭的 尷尬的 這會讓她做出什麼樣的決定呢 其實我對自己是還滿沒自信的 因為 雖然我看起來好像滿活潑 可是其實我的血液流滴 流的是窄窄的血液 對 所以 因為其實我覺得她條件 雖然還滿不錯的啦 應該也不缺乏 對 那我自己是覺得滿沒自信 不知道她願不願意給這樣 其實當然如果有的話很好啊 我也希望說能夠 她能給我一個機會這樣 其實有點緊張 我覺得她應該是不會來 因為我覺得我應該是會被打架 所以 越是等待 夢幻的自信 也漸漸的蕩然無存 沒了自信 對夢幻來說 也只剩下 面對現實的恐懼 對 分鐘實在是有點漫長的 嗯 好吧 你真是最後沒有人 對 你有沒有什麼話要再補充 我覺得 就是 呃 其實 就是能在節目上有這個機會互相認識 還不錯啦 然後 呃 就是當 希望你也能 就是當朋友 這樣的意思 就是還滿不錯 然後就祝福她 祝她 公路順利啊 然後 希望她能遇到好的對象這樣 然後我覺得 對 就是 這是一個滿難忘的經驗這樣子 今天感覺很不錯 對 散後的夢幻是什麼樣的表情 我們看不到 曾經是兩個人一起走進的入口 如今卻只有夢幻一個人走向出口 雨還在下 夢幻心裡的雨應該也沒有停吧 好 今天相處一天下來 會覺得這個男生他很貼心 就是撐傘不讓我淋到雨啊 或是 像他送的這個熊 熊貓的背包 還有那個鴨子的抱枕 會覺得很可愛 可是 會覺得 在跟他聊天的時候會聊不來 像他送我的時候 他跟我說 他也可以練成跟這個雞肉毛男一樣 我會不曉得該接什麼 因為 我並沒有要求 或是 你講這個其實不好笑 會讓我很尷尬 對 在相處上 我會不曉得該怎麼樣跟他有一個摸合 我還是希望說 我跟他可以從朋友開始互相熟悉對方 那如果說要成為男女朋友 我覺得 真的是從朋友開始 然後慢慢熟悉 你真的可以接受的時候 在當男女朋友 我覺得會是最好的 天空不要為我掉眼淚 今天的約會 就當成一段美好的回憶 放置在心底 約會實況 快出太陽吧 今天王子約會幾家歡樂幾家熟啊 但是沒有關係 我們最棒的約會呢 都在王子的約會 還是要對愛情有信心喔 Ella的電影真是驚心通過 上個禮拜一定要看喔 大家都見 拜拜 謝謝大家